欢迎来到大型金曲互动沙龙秀 将其位是2015雅迪超级歌单 超级歌单金曲大碟24首金曲席为仅剩10席 今晚超级歌单的竞演现场 又将迎来4位时下最炙手可热的实力歌手 他们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 将自己演唱的歌曲收入进超级歌单金曲大碟 今晚超级歌单邀请到的歌单发布人 是90年代广东音乐的代表人物 中国内地乐坛的不老神话林依伦 他将为我们带来他心目当中的10首经典歌曲 歌单发布人林依伦指派的歌曲任务已经出炉 颠覆原唱的改编挑战即将震撼来袭 4位实力唱将会通过怎样的方式征服我们的耳朵 拿两首改编歌曲能够最终脱颖而出 今晚我们共同期待 在这里 一所熟悉的明星将塞出他们的超级歌单 在这里 熟悉的金曲当得到全新的演绎 即将陈塞地里面前的是一张星光异异的超级歌单 来吧 超级歌单等你挑战 我们一起歌唱 只一点点心向往 心中充满阳光 能忘的旋律唱出我们 哦 梦想我要歌唱 唱出你我最美时光 快乐快乐快乐歌唱 心中充满美好希望 超级歌单等你挑战 啊 梦想要歌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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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首先我们认识一下这四位超级实力唱家 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金润吉 哈喽 大家好 金润吉 嗓音华丽高亢的实力派歌手 欢迎白举刚 白举刚 激情点燃全场的90后摇滚小天王 欢迎江应荣 江应荣 华语乐坛新声带唱跳女神 欢迎孙伯伦 孙伯伦用心演唱的动情歌者 当然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来共同见证超级歌单金曲的诞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音乐人黄国伦老师 欢迎黄老师 下面就让我们用所有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来请出他 他就是 林一轮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一期看到你的模样 那曾游蓝游蓝的眼神 充满神秘充满幻想 古老的传说 今夜的承诺 美好的感觉 永不停的闪烁 你像那天上月亮 停泼在水的中央 永远停在我的心上 你像那天上月亮 你像那天上月亮 你不会随我流淌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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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靠近我的身 永远 cost 永远靠近我 永远靠近我 永远靠近我的 Happy Rock レ 每一唱歌都会戴一个白毛巾 光说我白毛巾了 你得说那时候穿的还挺帅的 太帅了 那个一套蓝西装 你知道吗 自己做的那个 还是毛料的 完了再戴一套白毛巾 这就感觉就特有范儿嘛 你现在也不见说有人穿西装 会戴一条毛巾嘛 对 今天是戴了白袖套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要唱快歌嘛 对 所以经常是在舞台上大汗淋漓 所以后来就干脆把这白毛巾 做成自己的一个特色 就像小白每次出去要背把吉他一样 那也是他的特色 如果他会玩吉他 我会玩毛巾 其实历史上戴毛巾出来的巨星不少 对 第一个 以前有个叫Tom Jones 你知道吗 Tom 琼斯 他以前出来唱歌 然后他每次唱到 然后全身都是汗 然后他把毛巾一擦 一丢 下面的女生为了抢那个毛巾 都打起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叫刘文正 当年他出来又赔一个白色的围巾 也是一个标志 非常棒 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是不是白围巾 不是 你是白毛巾 对 什么围巾 那是周润发 你知道就是那一年代 94年 有一个称号叫94新生代 94新生代 94新生代 为什么会有 就是因为有像林英伦这样一批 嗯 就是既可以唱 又可以跳 又可以写 而且是红遍大江南北的这些歌手 可以说个数字啊 就当年 就像他们一批人 卖到五十万盒 一百万盒 对 轻轻松松的 没错 你一般就是说一个歌手已经被重视了 那就把他唱片做完了以后去放到这个展销会 哦 展销会 卖音像展销会嘛 哦哦哦 如果订货 这一般都是三十万五十万起 完了我的第一张爱情鸟是三万多 完了就直接就丢到一边去了 说这个没戏 这个没戏 这个没戏就不要了 不要了 后来我们就自己不肯放弃嘛 做宣传 然后我把自己的全副加点大概有多少钱啊 那样子是 好像一万多块钱 我唱 我还以为是个天文 我唱歌厅赚的所有的钱 对 完了就做宣传 走了十个城市吧 最后一个城市到北京 可是还没到北京的时候 其实那个歌就已经是开始了 过了 对 该轮到我们的歌单发布人 来发布一下他的这张歌单 一起来看一看 走过流行歌曲三十年 我有注意到还有一首周杰伦的双截棍 我记得我在做爱在2000的娘唱片的宣传 湖南电视台做这个歌舞会 我是在前面做 我做完了以后 接下来一个抱琴的小孩从我身边 老师好 我就过去了 好了 那个电视台跟人跟我介绍 说这是台湾来的一个新人 叫周杰伦 他现在在做唱片的宣传 代沟 那个时候就在说流行音乐的代沟产生了 对 为什么我们听不懂他的词 为什么我们看不懂他的舞蹈 但是他会这么的红 我其实到现在还非常遗憾的 因为当年我在台湾一个选秀节目当评委 有一个年轻人上来讲话唱歌都非常的小声 然后非常的畏缩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人说 黄老师你想不想牵他 我说再想想 我这么一想想就错过了周杰伦 相对来说其实我更骄傲一些 我跟黄老师比 因为当时我是在2000年以后 洛杉矶有一个华人歌唱大赛 然后我是评委 就有一个孩子也是上到舞台上 就又跳又唱 完了也不知道他唱什么 跟猴似的 我说你怎么在台上像个耍猴的一样呢 完了我说 但是我挺喜欢你的 他是谁 潘伟波 一轮我再报一个遗憾的事情 你怎么老错过了 你们俩的人今天需要干嘛 有一天有个制作人 带了一对姐妹 到了我的录音室 说黄老师 我给你推荐这个人 你可以牵她 听完以后我就说送客 这两个姊妹叫做大小S 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 坐在这边有许多的悔恨 我到现在的午夜梦会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失去了什么 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 有很多这个非常经典的歌曲 要被我们四位实力唱将 进行全新的改编演绎 那么首先我们会在节目现场 会听到哪两首歌曲的改编演绎 来请我们的林依伦老师 为我们揭晓一下 先选伯伦 完了应荣 二位 伯伦演唱 绿叶对根的情 哇 肯定是要选择 绿叶对根的情意 对 因为这首歌它是 让中国的旅行乐走 走向国际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这个歌单里 我最不想唱的 为什么 太难唱 很多时候你很难去改变它 你不敢去动它 你不敢去动它 我觉得这个应荣唱那首歌 才是最难唱的 最难唱的 哪首歌 我们好期待 我给江应荣选的是 爱情鸟 选爱情鸟吧 前些年我是比较抗拒 就别人一说 另外那个唱爱情鸟那个 谁能不能唱 好多年不唱爱情鸟的 没听我别的歌 这个歌是我想唱的 而且因为这一次是他在这一场 所以他自己在现场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的太激动 所以失控了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感受一下孙伯伦带出的这首 绿乐对根的情谊 加油 掌声有请 加油 加油 不要忘了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牵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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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了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牵着你 我的心牵着你 我是你的一片绿叶 我的根在你的土地 我的心牵着你 春风中告别了你 春风中告别了你 今天这方明天哪里 不要忘了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牵着你 不要忘了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牵着你 无论我停在哪里去 无论我停在哪里去 我的眼总是头想你 如果我在风中歌唱 那歌声也是为着你 你的心牵着你 不要忘了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牵着你 請你祝福我 我也祝福你 卻是綠葉 帶甘的情意 不願問我到哪裏去 我的心已經黎 不要問我到哪裏去 我的情牽著你 無論我停在那片雲彩 我的眼總是偷想你 如果我在風中歌唱 那歌聲也是為著你 不要問我到哪裏去 我的夢想充滿回憶 請你祝福我 我也祝福你 這是綠葉 對甘的情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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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綠葉 對甘的情意 是綠葉 對甘的情意 是綠葉 對甘的情意 樹上填著一隻一隻什麼鳥 呼呼呼 讓我覺得心在跳 我看不見它 但卻聽得到 呼呼呼 這支愛情藥 它在向我換腳 樹上停著一隻 一隻什麼鳥 呼呼呼 如今變得緊悄悄 因為我愛的人 已經不見了 呼呼呼 這支愛情藥 何時才會來到 我愛的人 已經飛走了 愛我的人 它還沒有來到 這支愛情藥 已經飛走了 我的愛情藥 它還沒來到 我愛的人 已經飛走了 愛我的人 它還沒有來到 這支愛情藥 已經飛走了 我的愛情藥 它還沒來到 這支愛情藥 它要決定 心悄悄 因為我愛的人已經不見了 呼呼呼 這支愛情藥 何時才會來到 嘿 Let's go 我愛的人已經飛走了 愛我的人他還沒有來到 這支愛情藥 已經飛走了 我的愛情藥 它還沒來到 我愛的人已經飛走了 愛我的人他還沒有來到 這支愛情藥 已經飛走了 我的愛情藥 它還沒來到 嘿 我愛的人已經飛走了 愛我的人他還沒有來到 這支愛情藥 已經飛走了 我的愛情藥 它還沒來到 我愛情藥 extrater些人 嘉义龙 好 当这只爱情鸟 又重新回来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太神奇了 这两只爱情鸟 给我们带来的感觉 就完全的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这个翻唱 翻得很好 不是说因为 我对这首歌有感情 因为今天你把这首歌唱的 跟我以前唱的是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我已经跳出来了 甚至其实我还想 这首歌我为什么不能 像他这么唱呢 就是真的是会让你 听了以后都觉得 哇 他唱得比你 你没想到的他想到了 其实就是唱快歌 大家觉得好像简单 真不简单 就是你的韵律 就是你的律动 你内心的律动 和你唱出来的东西 有的时候 你要如果没有这种的话 你心口不合一的话 你唱不到这种感觉 舞蹈方面 应该是颠覆了 林一伦老师的舞步吧 好像这个动作 走 走 走开是吗 是这个意思 就是不喜欢我 后来想的 潇洒的态度 没有 我觉得比较野 我觉得林一伦的比较 比较乖 他比较野 对 他是一只野的爱情鸟 对 不管他是爱情鸟 或是什么鸟 我说音乐就是不死鸟 嗯 他永远飞翔着 穿过时间 经过同心的演绎 人今鲜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感受到这首歌的魔力 我爱上这首歌 我来讲一下 柏伦 我绝对会给你高分的 因为你叫柏伦 我叫国伦 冲这一点你就赢了 柏伦你知道吗 你唱这首歌一刚开始 那个手风琴多美啊 但是呢 一旦唱的时候 你的光芒 如果是压不过你的手风琴的话 那可能就有点炫了 可是到最后呢 我唱的时候 哇 震得我心疼你的 怎么不早点出来 怎么不早点出来 你从惆怅唱成了悲壮 所以我觉得 你把这首经典演绎得非常有层次感 我相信很多人思想的感觉 都能够在你的歌声中 找到同样的感受 黄老师你好坏 你把两位都说得这么好 完了让我最后选一个 那我怎么选呢 你知道黄老师满腹精伦 所以他要说点差的也很容易 我现在可以讲坏的吗 应荣 你为什么不经典重现 有两段是停顿的 对 他停顿以后我就笑 会不会有什么 什么叫 就是他的动作啊 对一个舞步一下 就是第一个动作 还记得那个舞步呢 然后来一段 来一段 就这个 我特别模仿过吧 对 他专门模仿过 然后专门发型 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 对 那时候我是跳芭蕾的 跳芭蕾的 后来看到林英伦老师 改了舞步了 那种舞步了 然后我想 改行 刚才听了你们演绎 林英伦的歌单里的作品 那你们的歌单是什么样的呢 来我们先看一下孙步伦的歌单 红日 拥抱扬光 都是偶像 讲不出再见 都是偶像歌手啊 其实这几首歌 应该是在我这个 喜欢音乐道路上 都对我有不同影响和鼓励的 这样的歌 红日就是一直激励我 就每次听这首歌 你会觉得特别有力量 然后特别充满活力 叶伦你对这首歌应该也很熟 而且还是粤语 粤语 粤语 你是不是去广东的时候学的 还是说以前就会粤语 不是 我是88年到的广州 对啊 完了 可是我真正学广州话 是在玻璃维亚学会的 出国有必要跑到玻璃维亚去吗 因为我做的那个厨房 那个厨房里面都是广东人 香港人 潮州人 所以 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我老感觉他们在一块聊什么呢 我很想去参与 完了我就觉得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坏话呢 最后就这样 是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吧 就开始会听 完了开始说 这应该是我唱最早的粤语歌 那你带一下大家来唱一下好不好 可以吗 来吗 好 好 来 一起来吧 拜拜 明晚找寻地飞流泪 明晚找寻苦尽泪 明晚找寻鸿下震 你昨夜没寻寻 别流泪 伤心更白云写 我愿能一生未愿陪陪你 我们再来看一看江应荣的歌单里边会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你看 哦 世上只有妈妈好 小女生的情怀 第一首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 在这边有流情吗 当然 催泪生气 对 催泪生气 真的吗 大流情吗 最大都会唱是不是 对啊 包括那个电影也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然后是很多人看 有妈的孩子想快抱 其实我是一个记性特别不好的人 除了记得自己在哪里吃过东西以外 就很少记得有什么样的歌影响到我 但是我很记得就是 世上只有妈妈好 是我跟我妈妈一起看那个片子 一起哭 很感动 所以就记住这首歌 今天我们《超级歌单》录制现场 我要告诉大家 宁荣的妈妈也来咯 真的吗 真的 妈妈在哪里 江妈妈在哪里 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今天妈妈又在场 一定要唱那首歌的啊 妈妈的歌单 一定要唱一首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对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快乐的 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妈妈好不好 嘿 嘿 世上只有妈妈好 好 有妈的孩子想挂抱 透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想不了 我爱你 我爱你 通过这两张歌单 我相信林荣伦对江云荣和孙伯伦又有了一点认识 谢谢 那现在你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选择 爱情鸟还是绿叶对根的情谊 你不要问我 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是你的一片绿叶 我能跟在你的土地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 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 就是爱情鸟已经飞走了 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来到 两首歌有一首可以成为我们超级歌单金曲的候选曲目 爱自己董护里的千金敬亚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爱自己董护里的千金敬亚提醒您 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卫视金曲互动沙龙秀雅迪超级歌单 本节目是由更高端的电动车雅迪独家冠名播出 雅迪电动车出口美国德国等66个国家 连续10年高端销量遥遥领先 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唱八超级歌单节目专区 时时参与线上翻唱大赛挑战金曲 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可以通过微信摇一摇 进入节目专区同步竞猜 迎娶现金红包 超级歌单无限精彩 两首歌有一首可以成为我们超级歌单 金曲的候选曲目 爱琴鸟还是绿叶对根的情侶 我选择的是 江盈蓉 江盈蓉 祝贺盈蓉 继续来看一下我们林一伦老师的那一张歌单 从剩下的歌曲里面再挑选出两首歌曲 我选的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那需要太多的勇气 我想说爱你不容易 王志文吧 这次想唱这首歌的人很奇怪 能够跟导演组要到我的电话 说要唱一首歌 要唱那首歌 但是这个是任吉自己跟我要求的 熬岁自建 对 说他一定要 但是我也想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当时小时候有一次好像安恋过老师吧 那时候就 有一次好像安恋过老师吧 这样安恋过老师吧 那时候就 那时候好像有那种 对回家以后 回家以后就是经常听这首歌 边哭然后边写作业 请问那个老师是教什么科目的 国文 英文 数学 这是保密英 保密 这个老师 英语老师 保密 保密英语老师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在这唱了 我觉得没机会了 是 所以我一定要 在这个舞台上唱好这首歌 把它释放出来吧 用心去好好的演出 对 最主要一句话就是 用心 用心 花房姑娘 花房姑娘 为什么选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 其实差点毁了我的 我是在92年看这个催俊演唱会的时候 你知道我等他们再结束了 大家在卸台的时候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 我想冲到后台去 想去考他们的半唱 我说哪怕我能够跟着他们 去做他们的半唱 我也愿意 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但是后来还是就是脸皮有点 薄了那么一下就没去 这都是 要不现在其实我应该是 崔剑的半唱 但是如果后故事 崔剑的半唱 应该不会有爱情了出现 因为今天的一个特殊的歌者吧 所以我想选这个花房姑娘 花房姑娘 我觉得可能林一伦老师知道我喜欢什么 所以他专门写在那里面 所以我选到了这首歌 特别棒 特别牛 我觉得用音乐来像曾经过去的一段 难忘记致敬 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想在这边呼吁一下 这位保密的音乐老师 接下来金润吉要唱给你听 谢谢大家 你是那昨天的云 还是今天凌厉的雨 在告别初恋的爱人 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 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 内心完美的自我 你是不是有些在意 无数个夜里悄悄地思念你 迟到的风里记着你 每夜的日记里 轻声都呼唤你 醒来的梦里在哭泣 想说爱你 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那需要太多的勇气 想说忘记你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只有处理在风中 想说爱你 我只能够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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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夜的日记里 轻声都呼唤你 我只能够想你 醒来的梦里在哭泣 醒来的梦里在哭泣 在哭泣 我只能够想你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只能够想你 我只能够想你 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那需要太多的勇气 想说忘记你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只能够想你 我只能够想你 金润吉用歌声 带我们触摸到了 他内心深处的 那份美好情愫 接下来摇滚小天王 白举刚 将会以何种方式接招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独自走过你的画法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的旌旗相识给我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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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 你说我世上最善良 你指着大海的方向 别��ation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指着大海的方向 他指着大海的方向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作曲 李宗盛 你要我留著這個房間 你要我黑暗的意料 我看著你默默地說 不然這樣 我想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已離不開你 我的姑娘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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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在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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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知我已離不開你 我的姑娘 做老地方 你的姑娘 我明知我無法盛衝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無法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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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在老地方 我明知我無法盡力 我明知我無法盡力 我不會應該沒有 我明知我無法盡力 我明知我未來 真的非常厉害 我突然发现这个白举刚 他如果没有话筒和吉他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特别安静 甚至有些木讷的一个小男孩 一旦有了这一切之后 突然之间就像一个火山喷发了 像一个疯狂的音乐小王子 小白 来 今天我鹿转粉 谢谢 黄老师 我觉得如果说吹剑的版本是老程 沧桑的摇滚 你的版本是年轻欢快的庞克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摇滚是态度 态度的意思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做什么样的音乐 模仿绝对不是摇滚的态度 所以你今天做你自己 然后你做得非常活泼 让这首歌花房姑娘变得更嫩 我觉得让我们耳目一新很棒 加油 谢谢 谢谢 和崔剑老师还有一个特别巧合的事情 就是有一次我演出完 然后在机场吃早餐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神秘男子 戴着红色五星的白色鸭舌帽 然后就从我旁边走过去 然后我旁边经纪人说 那是崔剑 啊 崔剑 我说我要过去合影 我过去之后 崔剑老师说 不要让其他人看见啊 我们悄悄合 我说 好的 谢谢崔剑老师 然后他说不要发啊 我说好的 拍完马上就发微博了 哈哈哈哈 这就是90后的风格 OK 我来讲金润吉 我粉转更粉 谢谢 谢谢 你也让我想到 我国中也暗恋我的英文老师 有一天他就叫我上去唱歌 然后我就开始唱猫王的歌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the show 然后我就在那边又跳又摆的 然后我英文老师脸竟然红了 我那时候以为他爱上我了 结果我是空想一场 最后我就为了这个老师 我就开始唱就学音乐 有时候你知道 暗恋就是我们学音乐的动力 对 在润吉的身上 我看到音乐的魔力 我希望你赶快走出来 好好的过你现在的日子 他现在很好 我已经走出来了 好 先看看两位的歌单 然后我们再让林英伦来做出选择 好 先看一看金润吉的歌单 今天我带的这几首歌都想 以后我在这个舞台上 都想唱一下 特别想搬唱的歌 好 你先说一说 星星点灯我想翻唱 像白菊刚师的那种摇滚 星星点灯 我觉得非常非常震撼 OK 好 来 我们一起来点一下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 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世的路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 永远点灯照亮我的前程 永远点灯照亮孩子的心 谢谢 然后同桌的你就是乡春 最近特别流行乡春 我在里面讲到那个同桌的你 高晓松的歌 当初他写这首歌的时候 在90年 他是在帮他的女朋友梳头发 真的是好男人才会帮女朋友梳头发 梳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说有了 就是同桌的你 他就想到同桌的你 就是书头发也可以写出歌来 哦 所以很多的创作的过程 有时候在一个日常的小动作 很多创作人写出经典的作品 对 很有意思 好了 来 我们看一看白举刚的歌单 第一个我就个人非常喜欢 私奔 跟喜欢女人在一起 但是读书的时候 会受到很多限制 爸爸妈妈说不准你谈恋爱 但你还是会偷偷地去谈 然后谈了之后 你会发现这种感觉 模模糊糊 隐隐约约的 在你的脑海中浮现 就想到两个字私奔 然后加上 加上知道老一代的 老一代 前一辈的 可以了 上上一代的 上一代 老人家 老人家 没有 上一代的 起来现在聚个工丸再说话 前一代的姚果音乐人 然后郑军老师 然后都很喜欢 所以很喜欢私奔这首歌 对 然后 接下来就励志了 蜗牛对 蜗牛当时读小学的时候 听到这首歌 小学 听到周叔叔的这首歌是吧 没有 没有 就小的时候很喜欢周杰伦 小班 你的偶像是谁 周杰伦 周杰伦 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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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一首歌咱们唱一唱好不好 喜欢哪首 蜗牛吧 偶像的歌 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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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最高点 乘着叶片 往前飞 小小的天 流过的泪和寒 总有一天 我又属于我的天 你又没有发现 这就是唱歌人的态度 就是他虽然是 大家互动的一唱 但是他一直眼睛闭着的 很认真 对对对 因为作为一个 专注 通过比赛出来的歌手 太了解蜗牛的歌词代表的是什么 他绝对就是 现在很多人一直一直在努力的 这样一个过程 一步一步往前走 对对对 非常非常真实的感受 谢谢白举刚 给我们分享他的歌单的故事 对 那现在应该看得很近处了吧 到底选哪首歌 进入我们的超级歌单金曲 其实年轻一代的唱将 今天都来了 那我希望呢 就是他们用自己不同的演绎 去把一些经典的歌曲传唱下去 今天呢 润吉呢 是我为了要去圆一个梦 而小白呢 恰恰是我说的这个 就是我用我的态度 去演唱一首 演唱 我认为好听的经典的歌 所以你的决定 所以我的选择是 白举刚 耶 谢谢 恭喜白举刚的花房姑娘 今天有机会成为我们的 超级歌单金曲 是的 两首金曲候选曲目都已经产生了 一首呢是姜应荣版的爱情鸟 爱情鸟 一首是我们白举刚版的花房姑娘 嗯 究竟哪一首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超级歌单 决定权就在我们现场的300位观众朋友 你的手里 如果你支持的是姜应荣版的爱情鸟 就请按下一号键 如果你选择的是白举刚版的花房姑娘 就请按下二号键 开始投票 爱自己 董护理的千金敬亚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爱自己 董护理的千金敬亚提醒您 精彩继续 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超级歌单话题讨论 为你喜爱的歌手加油 欢迎收看雅迪超级歌单 感谢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腾讯娱乐 新浪娱乐 中新网 新华网 百度百科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通过新浪微博 参与雅迪超级歌单话题互动 机有机会获得Apple Watch 观看节目的同时通过手机微信 摇一摇 摇抽红包卡券 极智能手表 欢迎登陆优酷土豆 爱奇艺PPS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PPTV 凤凰视频 训练看看报复影音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 和台前幕后精彩花絮 雅迪超级歌单超级好听 欢迎前往QQ音乐 网易云音乐 酷狗音乐唱吧进行下载 登陆网易云音乐 在超级歌单曲目的评论里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版本 有机会允许云音乐 提供的奖品 登陆网易娱乐 超级歌单专区 为心目中的超级歌单进行投票 最终投票和嘉宾心中的 超级歌单一致 就有机会获得奖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江西卫视 金曲互动沙龙秀 雅迪超级歌单 本节目是由更高端的电动车 雅迪独家冠名播出 雅迪电动车出口 美国 德国等66个国家 连续10年高端销量 遥遥领先 观众朋友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唱八超级歌单节目专区 实施参与线上翻唱大赛 挑战金曲 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 听到自己的声音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还可以通过微信摇一摇 进入节目专区 同步竞猜迎娶现金红包 超级歌单 无限精彩 究竟哪一首可以进入我们的 这个超级歌单 决定权就在我们现场的 300位观众朋友 你的手里 如果你支持的是 姜应荣版的爱情鸟 我爱的人一起飞走聊 爱我的人他 没有来到 就请按下一号键 如果你选择的是 白举钢版的花房姑娘 就请按下二号键 开始投票 票数差不多 两首歌大家都爱 究竟哪一首歌可以成为我们的超级歌单进取呢 好的 来 恭喜白举钢花房姑娘 谢谢 我想从今以后 花房姑娘的后面也会写上白举钢的名字 也有属于你的版本了 谢谢 我会加油的 恭喜白举钢 你对摇滚执着的态度 以及颇具创意的改编演唱 成功俘获了大众听舍的心 本期第一首 收入进超级歌单金曲大碟 金曲诞生 下面呢我们再回到林依伦的歌单 究竟是哪一首歌是我们林依伦老师最爱的那一首 你们觉得我会选哪首 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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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梦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 你不相信在我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因为从唱歌的角度来说 很多歌是可以好好改编 但是这首歌 其实你没有办法做改编的 他整个从旋律到他的歌词的理解 你在唱的时候 你要把它去改编成一个什么样的歌呢 这个其实是我期待的 年轻人如果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会用什么方式去演唱它 就像刚才我听爱琴讲 我没有想到是用那种方式去演唱 我懂 四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只有两位歌手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我们超级歌单节目现场来演绎 由我们现场的三百位观众朋友来决定 开始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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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要恭喜一下 江亦荣和孙伯伦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你不相信在我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我今生看得注定要独行 热情已被你好迹 我已经变得不再希望 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I ask myself You ask me 你 問我到底愛不愛你 Time a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問自己是否離得開你 Time a time again You ask me 問我到底恨不恨你 Time a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問自己你到底好在哪裡 好在哪裡 當遇到一道音樂難題的時候演藝者除了要靠實力還要靠智慧看如何來破解這道題下面我們就一起來聽一聽江映榮如何來破解這道題 聽一聽這首千萬次的問 有請 聽一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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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clarin 你是我的唯一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問我到底愛不愛你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問自己你是否你的唯一 Again again 千萬里我追尋著你 可是你卻並不在意 你不想是在我夢裡 在夢裡你是我的唯一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問我到底愛不愛你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問自己是否離得開你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問我到底愛不愛你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問仔細你到底好在哪裏 好在哪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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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先聽聽黃老師怎麼評價 兩個人的表現 我的評價就是哪一個人的版本 會讓劉歡昏倒 那一個版本 是OK的 這首歌真的難超越 我先講那個博倫 我覺得你很聰明 你沒有去挑戰劉歡老師的音韵 你做了自己可以唱 我覺得你這首歌的高音 各方面都唱得很扎實很穩 我覺得有向劉歡老師致敬 但又你的精神 謝謝黃老師 我覺得映榮 你把我們帶到夜店去 我覺得你如果來一段那個說唱Rap 這一首歌就會更進展 Oh shit Time is time again Oh我等了多久 Yo yo man 我跟你講 我認為這個版本 劉歡老師應該會昏倒 哪一個人的版本 會讓劉歡昏倒 那一個版本 就是OK的 對 但是我觉得你这首歌 我说实上如果我是评审 你这首歌的唱功的扎实不如伯伦 但是你改的脱胎换肢 白举刚也一直在站在又唱又看又跳 真的 你说说你看完他们两个人的感受呗 我先说孙老师 孙老师 反正你就把在场的和你那个不在场的都说成前辈呗 你这小屁孩你说说你这真行 没有 李一伦老师 我不准你叫我老师叫哥哥 好 黄哥 然后孙老师 也叫我哥吧 好 孙伦哥 然后他的版本 然后是偏金属 高音很扎实 然后英勇姐她是 英勇妹妹 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子的版本就特别酷 酷 好 林老师 该顶了 这可是你最爱的金曲 对 在这首歌当中我认为的就是 你想超越不容易 但是我可以致敬 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改 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改的 今天选了最后这首歌 我就是想跟大家说的是 这个东西可能是不能改的 二位其实在今天的前面的表现当中我都特别喜欢 但如果选刚才这首歌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超级歌单里面的话 每个版本会几个 我选的是 我选的是 我的选择是 爱自己 董护理的千金敬亚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爱自己 董护理的千金敬亚提醒您 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卫视金曲互动沙龙秀 雅迪超级歌单 本节目是由更高端的电动车雅迪独家冠名播出 雅迪电动车出口美国 德国等66个国家 连续10年高端销量遥遥领先 江英荣版的千万次问 我们要问林云伦老师 哪一个版本 我的选择是 孙伯伦 恭喜孙伯伦 你动情至深的演唱 最终征服了林云伦的心 本期第二首收录进超级歌单金曲大碟 金曲诞生 今天结束的时候 让我们把快乐延续一下 好不好 好的 让林云伦给我们带了一首 向快乐出发 新的一天是一匹忠诚的马 从彩零点真实到达 新的一天是一匹忠诚的马 拨通你的电话 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你这更好的主意了 其实我也这样想的 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匠的马上 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 快乐也会变老的 让我们快出发 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 常常忘记了回家 一起去玩耍 一起去海里吧 一起去海里吧 你自己把电话 让我们快出发 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 都和你自己把电话 慢慢回家 一直去海里吧 你自己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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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掉吧 不想咆 上明天 上明天 快乐出发 让我们快乐出发 让我们快乐无法 一起去予以后 你自己得以后 那一样的去玩耍 穿上 穿上忘记了回家 一起去爱琵琶 举起吧 电话 关掉吧 不想它 想明天 快乐出发 谢谢 作证现场发布20首抗战经典歌曲 平安 王正亮 金美儿 耿思汗 致敬那些烽火年代的蒸蒸强音 全新赛制升级极致音乐改编 动人故事讲述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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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8月30日晚9点20分 超级歌单 让我们用歌声缅怀历史 用歌声向英雄理赞